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帝 那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是我的新家 据传言,有一个都市传说 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听过一个都市传说 如果你买了新房子,没有拜拜 没有祭祀 那么这间房子很有可能会有不速之客 那我当然是不相信这些 那我今天晚上呢,会在这间新房子 独自度过一个晚上 独自在这边睡一个晚上 那我会睡在现在画面中的这个沙发这边 我觉得这支影片应该是我频道史上最刺激的挑战 我们直接挑战都市传说 那这个都市传说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相传,只要你在一个空房间里面自己一个人睡觉 并且没有任何人知道你要在这边过夜的话 那么在午夜十二点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传说中的合同怪人 那我们今天就来验证一下这个都市传说 那现在的时间是差不多晚上的十一点五十几分 那我们等下就开始睡觉 那我们就不要去管说什么都市传说 能够在这边平安睡晚一晚 就是我们今天的挑战 OK,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睡觉 那为了更方便我们拍摄呢 等下锁电筒我就不会关 可能就是开到手机自己没电 因为这边灯比较暗一点 那我们可能就会选择说 就是在这边拍摄我们的这个床 好吧,那我们先准备睡觉 各位晚安 那希望在今天晚上我们能够平安度过 OK,那我们就睡这边 锁电筒的部分呢 我会把就是 会把锁电筒的部分架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睡觉了 我会把锁电筒放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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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們有聽到聲音嗎? 有人嗎? 我們先開個燈,我們先開個燈 各位,剛剛我在睡到一半的時候,樓下突然有聲響 現在應該只有我在這棟房子裡面 有可能是工人施工的東西倒下去 我們要下去看一下 如果這棟房子現在有別人的話很危險 現在這個房間就是我一個人在這邊 基本上現在這棟樓的電燈有些安裝好,有些還沒安裝好 我們下去看一下好了 因為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 目前看好像沒什麼東西 那我們到一樓下去看看好了 二樓這邊好像,不知道聲音是從幾樓傳過來的 我們下去一樓看看 那一樓這邊是做那種感應式的電燈 所以我們走下來之後,這個燈都會自己亮起來 那我們大概把這個區域看過一遍 這邊看一下好了 各位,你們有聽到嗎? 各位,你們有聽到嗎? 真的有聲音,真的有聲音 什麼東西? 我現在很緊張 我們二樓再開一次好了 我們二樓再看一次 廁所沒東西 我們往三樓看 我應該不敢聽錯吧 剛剛是真的 還有東西掉下來 空的 空的 啊這間是我剛剛睡的那間 就是那個沙發 還是在四樓 還是在四樓 我們往四樓去看看 四樓這邊的電燈,我不知道安裝好了沒 有有有,這邊有電燈 然後四樓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我沒看到東西啊 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廁所 廁所有沒有東西啊 這個是那個冰箱的管線 還是在外面 有 啊 各位,你們有聽到嗎 剛才樓下有声音嗎 有人嗎 有人嗎 還有聲音 一直有聲音 有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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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個話 是工人嗎 哈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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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各位看一下第一視角的畫面 哈嘍 廁所了嗎 有沒有看到東西倒下來啊 那些鐵門一直是關著 根本就沒有開鐵門 還是後面 也沒有啊 會不會是我聽錯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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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不要 救命 不要 不要 呀啊啊啊啊 阿!阿!阮! 阿! 我們來看 偉圖穿褲子 joined us 我們坐uri 哈哈哈哈